人到五十才明白 做人再有本事 也逃不过这三个天命 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一帆风顺 也没有什么公正之处 也永远得不到两全之计 想要一帆风顺的成功 即使最后真的做到 也不会长久 风雨过后才能遇到彩虹 没有什么事能够不劳而获的 总要牺牲一些代价 才能有所得 浮生若梦 人生如戏 残月应水 韶华芳菲 精力对于一个人来说十分重要 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和人生 所有的痛苦都会换来美好 所有的结局也都会遂如人愿 岁月会给出答案 人到五十才明白 做人再有本事 也逃不过这三个天命 很现实 一 人心如冰 不得怨天尤人 一个人对待 另一个人最好的状态 就是 不在辉煌时慕名而来 不在失忆时转身离去 当辉煌的时候 很多人很多事都会顺心如意 但是当所有的光环退去之后 才会知道人心本凉薄 所谓朋友一场 但是自己回想 很多朋友只不过是酒肉场上的奉承 只是用来讨欢心的罢了 失忆时毫无助力 看清了人心 看清了人心人性 痛苦不堪 很多事情在一开始就应该知道结局 虽然是与愿为 却也情理之中 毕竟生在这个世道 就要跟着社会的脚步走 我们永远都不能让大环境来适应我们 而是应该自己努力去适应环境 不愿天不由人 任他世事冷如冰 唯我道心轻似水 二 有些人注定只能是过客 是人皆是人尖客 一瞬朝夕莫枉然 经历了多少年华 经过了多少人 没有机构是能够驻足停下 与我们共同度过时光的变迁 最后陪伴我们度过岁月洗礼的 更是寥寥无几 过客永远比看客多 看客也远多于停留客 当你从凤凰变成山鸡 才会知道真正关心你的人 是否依然还在 那些曾经无微不至 却在最困难的时候离去的人 不用惋惜 也不用懊悔 不适合你的离开了 才会出现下一个更适合你的人 不是每个人 都适合和你白头到老 有的人是拿来成长的 有的人是拿来一起生活的 有的人是拿来一辈子怀念的 3. 回忆改变不了现状 别沉痛其中 有过辉煌的人 都会有一种上位者的心理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很多时候很难摆脱现状 更喜欢沉醉在过去的荣光之中 连正常的生活都无法好好度过 在回忆中痛苦 所有的路都末法转身 很多时候连看的资格都没有 无论痛苦还是疲惫 这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妇人心里只会是慢性毒药 一步步将人拖向深渊 天道酬勤 自己努力奋斗来的生活 永远都值得骄傲 别对生活失去希望 心不老 人便一直年轻 余生的路还很长 没必要为了过去悲悯 心怀希望 展望美好的未来 时光不恢复了有心之人 人生的路 靠自己一步步走去 真正能保护你的 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那么反过来 真正能伤害你的 也是一样 自己的选择 历尽千番 仍是少年 人生三福 吃得下饭 睡得灼绝 笑得出来 幸福是什么 有人说 幸福是海子笔下的面朝大海 春爱花开 也有人说 幸福是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 还有人说 幸福是席木戎笔下的翠鸟与大树 更有人说 幸福是三毛的撒哈拉沙漠 是来生想做一只鸟的愿望 对你来说 幸福是什么 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 但幸福是什么 其实 幸福就是吃得下饭 睡得灼绝 笑得出来 吃得下饭 人是铁 饭是钢 吃得下饭 是身体健康的表现 吃得下饭的前提是 有饭可吃 不必山珍海味 只要粗茶淡饭就可以了 大鱼大肉吃多了 肠胃受罪还感到油腻 白菜豆腐清爽可口 可以常吃不厌 吃得下饭 还需要心里坦然无忧愁 生命本是一场漂泊的旅程 走过的每一个地方 遇到的每一个人 也许都将成为一战 成为过客 总是喜欢追忆 喜欢回顾 喜欢眷恋 却发现 曾经已为念念不忘的事情 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过程中 已慢慢淡忘 对于曾经的一战 只能剪辑 不能驻足 对于曾经的过客 只能感激 不能苛求 坦然面对生活赠予我们的一切 睡得住觉 人的一生中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 花在睡眠上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在固定的时间睡眠 在固定的时间醒来 这是人的生理时钟的一部分 睡眠是每个人 与生俱来的本领 但是并非人人都能睡得住 睡得熟 睡得香 而睡眠达到最高境界 从而被称为睡仙的是 北宋的臣团老祖 据说能一睡好几年 有个名叫寇朝一的人 曾经跟着臣团学习睡工 仅仅学的一点皮毛 对常人来说 已经是出神入化 匪夷所思 笑得出来 俗话说笑一笑 十年少 但生活中更多的是 人事难逢开口笑 古人把活到百岁以上称之位上寿 活到八十岁称之位中寿 活到六十岁称之位下寿 人的一生中真正能笑得出来的日子 一个月中也不过四五天罢了 所以能笑得出来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开怀一笑百病笑 自古以来 笑就被看作治病之良药 健身防病之法宝 笑 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美好情感 不要低估微笑的力量 对清晨的阳光微笑 对雨滴也微笑 对友好的陌生人微笑 对刁难的客人也微笑 开心时微笑 不开心时更要微笑 微笑是生命里的智慧 微笑是自信 也是宽容 容得下自己 也容得下别人 对别人微笑可传递温暖 兵是前贤 对生活笑笑 没有什么大不了 微笑是对生命的热爱 也是对人生的期待 人生苦短 只有培养自己的微笑 生活才有情趣 才能感觉出世界依旧那模美好 整个家庭的福气运势 跟三种行为有关 需注意 整个家庭福报的多少 与这三种行为息息相关 因为这三种行为 会葬送掉整个家庭的福气 一定要注意 第一种行为 逆爱子女 逆爱子女的行为 会把整个家庭的福气 全部葬送掉 因为逆爱子女 并不是爱而是害 古人说 虽日爱之 其时害之 父母对待自己的子女 千万不要去逆爱 古话说 孤独处辱 骄子骂母 意思是 独生子女因为被逆爱 所以助长了娇气 最后导致父母反受其害 教育子女 千万不要逆爱 因为逆爱享乐酿苦果 勤劳素普造贤财 要想家道兴盛 福报越来越大 就要培养自己的子女 多去吃苦 而不是让他们多去享福 因为佛家认为 吃苦就是了苦 享福就是消福 如果你的孩子 还没有开始去积福 就每天都去消耗福报 将来必招或换 古人常说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让孩子从小多吃点苦 对他们没有坏处 反而过度逆爱孩子 才是真正地害了孩子 也害了整个家庭 第二种行为 弃老取幼 孔子说 弃老而取幼 家之不想也 这种行为 也会葬送掉 整个家庭的福气 一定要警醒自己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有这种行为 现在大部分家庭 都是独生子女 全家人都围住孩子转 却常常忽略家中的老人 在孔子眼中 这样的行为发生 是整个家庭的不祥之兆 佛教认为 父母是我们在人世间 最大的福田 家中的老人和孩子 都是需要一家人去特殊照顾的 千万不要只顾自己的孩子 而不顾家中的老人 第三种行为 不修善德 决定整个家庭福报的多少 除了以上两种行为之外 还有这第三种行为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家庭 如果每个人都不修善业 不注重德性的修养 整个家道 必然衰败 古德有云 道德传家 时代以上 耕读传家自知 诗书传家又自知 富贵传家 不过三代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老话 富不过三代 这其实代表了 绝大多数不懂得修复的家庭 而不是所有家庭